今天有一個是金香團的傳染鏈 然後另外有八個是我們的一個 這個社團的一個聚會的傳染鏈 另外有九個是從外縣市進來的一個傳染鏈 所以今天彰化縣總共有17位 加上昨天有一個沒有暗號 所以總共是18例 那今天還是有九個案是來自外縣市 你可以看到有桃園、台北、雲林、新北都有 那今天比較複雜的傳染鏈是一個跨社交圈 因為它有好幾個不同的社團 兩個不同的系統 然後有些會有跨社的活動 那他們去的地方又是有大型的餐廳 又有燒烤又有小餐廳 所以變成說它的傳染的關聯性 是有些是在餐廳活動當中發生的 有些是這種跨社的活動、社交活動 現在沒辦法確定是誰先開始 但是應該是這個A社團的 有一個大型的餐廳跟燒烤店 那這個A社團實際上又跟另外一個系統的社團同意 大概都是發生在15號到16、17那3天的活動 像這種比較小的空間 尤其是類似這種燒烤空間小又密閉 這種環境的話 加上又會有一些營酒的聊天的這種交流 像這種風險就比較高 還有另外兩家餐廳目前都在做這個調查中 所以說它顯然衍生出來的不只現在的這8個案例 那應該還會有 那所以我在這邊還是要拜託大家 如果你有在這兩家餐廳的同樣時間有去參與的 或者我們社團的人大家互相通報 那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該來採檢我們就快點來採檢 2 呂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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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 8 11 8 8